在过去一年里,我们都可以同意人工智能应用真正吸引了。 Aren,这开放技术真静,以及未来。 现在,当我深入研究如何工作的背景时,它让我找到今天的话题。 什么是向量数据库? 走一走记忆之路,看看数据库领域中的一些开创性时刻。 数据存储在表中。 已经存在几个十年了,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嗯,然后。 出现了NoSQL,它采用以文档形式存在的非结构化数据,这对。 许多十万应用,一大出来很好,知者,是如何出现的。 然后移动了热钞。 当我们需要认合许多这些,哪个存储数据在节点中。 而这就是它形成许多关系的方式。 这真的带我们来到了现在的向量数据库。 我们所有的人工智能应用。 非行,非行有用,并补充了这一点。 那么现在让我们进入向量数据库的特征。 当我开始我的研究时, 我意识到有两个主要概念我必须真正理解。 第一个是向量是什么,第二个是嵌入是什么。 现在,我真的要简化事情。 把向量想象成一个放入数据库的数据数组。 现在,您输入的任何类型的复杂对象。 无论是图像、文板、文件, 它们都以某种数值表示。 所以我将这称为数组。 听好了。 然后在某个时刻, 随着数据规模的扩大,保持关系和。 自然的考虑, 你不仅会拥有你输入的用户数据, 但这实际上将是你很多大型语言模型的数据库。 能够存储其保存点。 点,它的实际数据集用于比较, 当我们到达这里的用力时。 有很多向量被存储在一种多维的缩写格式中。 它们然后可以用于向量的分组, 以便于数据集可以真正。 在此基础上, 现在对向量和嵌入的理解使我们 真正讨论那些真正使这项技术生动的用力。 语言模型, 我们都曾与聊天机器人互动过。 我想每个人都是。 你互用的第一种方式, 尤其是如果你实际使用过ChatGPT, 它使用的东西是一个叫做自然语言处理的概念。 所以让我们从我们的, 我们的聊天机器人, 它是第一。 我会说, 特性你会看到它被使用, 通过理解对话的语义的上下文来工作很多。 好吧, 那个模型将能够利用向量数据库来保持它不断增长的。 理解汽车类似于引擎或术语之间的关系。 现在, 我也有视频和图像识别。 我们都使用过这些类型的应用程序来构建人工智能艺术。 它们称之为, 但假设通过语音识别, 能够将声波或音频文件表示为数字。 数据集, 然后能够进行比较, 这等于这个特定的。 好的, 然后最后, 但同样重要的是, 让我们谈谈搜索, 也非常重要。 我们可能有相似性搜索, 能够识别某些图像, 与推荐引擎互动。 好的, 所以搜索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只说相似性。 好的, 我们组结下, 理解我在搜索相关的东西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些关系, 现在可以被明确地表示出来, 现在让我们进入好处。 因为自然的, 如果你在互联网上快速搜索, 你会能够, 为了你将向我讨论的某些其他数据库, 表示向量数据。 SQL数据库, NoSQL数据库, 好的, 但你真的会获得某些很好的好处。 直接向量数据库做到这一点, 我会说第一是灵活性, 现在灵活性。 采用任何类型的数据, 无论是文档, 图像, 任何类型的文本数据。 我听到了很多我在讨论的东西, 这一切都无所谓。 使用不同类型的数据库, 你可能需要准备你的数据, 已进入那个。 数据库很容易只要扔进去, 或插入一堆非结构化数据。 一旦你有数据, 能够摄取任何类型的数据, 第二是, 好的, 能够扩展到数百万和数十亿的数据点的向量。 能够用于比较, 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点, 这真的是。 语言模型真正发光发热的地方, 拥有这个广泛的数据库。 如果你想从零开始构建你的模型, 你通常需要投入。 训练数据, 以便它开始成长并保持一些专业知识。 能够输入数据, 能够扩展到数百万或数十亿的数据点。 一旦数据被输入, 让我们不要忘记这里所有事物的速度和性能。 能够随很多这些向量。 这些嵌入能够以低延迟的模式查询。 因为这一切都是以数字格式呈现的, 所以运行查询非常容易。 大型模型, 如果你在聊天机器人中, 他试图进行对话并比较。 某些比较, 他将利用这个向量数据库保存点。 或者你可以说, 这就像是他可以使用的数据缓存。 来进行这个操作进行那个算法工作和你所拥有的工作流。 应该。 所以这就是向量数据库。 我一直是拥有多语言的支持者。 意味着你的架构可以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技术。 多个数据库, 实际上, 你根本不必总是依赖于 一种类型的数据库。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同意, 我们都是。 你们都是像我这样的人。 你们都开始思考如何将人工智能融入你的架构。 好吧, 我建议你采取下一步。 看看一些开源技术的向量数据库并开始。 感谢观看。 在下面的评论中, 让我们知道你是如何将向量数据库与人工智能结合使用的。 并且一如既往, 请记得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